應該感到很高興 非常難得有一位在野黨的委員 在為我們的預算把關 而且要你不能砍預算 這是應該是朝野和諧 繼上個禮拜 我們通過產創條例 另外一樁美事 另外一樁家言 我覺得應該要繼續保持 如果朝野的合作的話 這個議事的進行實在是太美了 太好了 應該要非常感謝他們 非常謝謝蔡委員 真的也謝謝您的提醒 但是我很肯定你剛說的那句話 要不要加入聯合國 要不要什麼推動WHAHO的事情 不是用錢來衡量的 如果今天對岸百般的阻撓 一天到晚在那邊推三阻四 不讓我們加入 我們就在三倍的錢 可能都沒辦法碰到一點寒毛 但如果說兩岸之間能和緩 互信互容 彼此能夠友好關係 可能不需要花很多錢 一點最基本的費用 我們就能夠暢行無阻 同意嗎 您講得非常對 您要不要我舉實際的例子 我當年在日內瓦服務的時候 我們花了很多經費 杜源友邦 曾經兩次投票 我不曉得大家記不記得 投票的數字多少 一次133對25 我們所有友邦都投贊成票 加上美國日本兩票 另外一次更糟糕 148對17 我們花了很多經費 但是我們得到那樣的結果 連人家零頭都沒有 所以我非常同意您剛才講的話 謝謝您 你記得兩年前 要加入聯合國 連台灣的媽祖都請去美國 連三太祖都請去 全部飛去飛去 花多少錢 回來有用嗎 沒有用啊 對不對 笑話一場 新聞局長到現在都還成為被告 那也表示什麼 錢花用不當嘛 如果你今天不需要花很多錢 我們能夠有距離力爭 能夠進入聯合國 那為什麼一定要花錢呢 為什麼一定要把錢花一大把 擺在那邊呢 當人家當凱子嗎 所以我同意你的做法 當花的花 張用之用 如果不該花的話 不需要編就不要編 為國家省錢 對對對 好 接著我要請教 剛提到說 波蘭 剛提到那個火山爆發的事情 波蘭等 我等一下再請教你 波蘭爆發的事情 也有很多人可能因為 有長期的一些慢性病 什麼糖尿病啊 或是高血壓 他必須要吃藥 現在一千多人在那個地方 如果當他沒有藥的時候 又回不來 外交部有沒有什麼協助 有沒有掌握到最新的資訊 我們已經好幾次通電 所有全歐有關的各管處 都到機場去 甚至住法蘭克福這個處 它不是一個處 全員住在機場 跟我們受這個留置的這個旅客 一起作席 那他們如果需要任何協助 事實上最大需要協助是簽證 有的人他不能進去 那麼尤其比較這個年紀大的小孩子 我想我們這個有120個回報的 這個有120個原來沒有歐盟簽證 我們經過我們特別交涉以後 讓他可以進市區旅館休息 比在這個機場的大廳 在躺的那個地上舒服多了 如果需要這樣子緊急的藥物什麼協助 通知外交部 然後我們以最快的方式 想辦法郵寄或者做最快的處理 或者說當地如果有醫生 那我們去當地的醫生 你們要醫生來協助 對當地的醫生或者當地的他的醫療的這個設施來協助 我們我們現在授權各館 以最彈性的辦法 以最大的努力 我們旅外國人的權益 就是我們外交上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那麼現在有這麼多的國人留置在歐洲 這就是我們最重要 我們已經通電出去三次 現在紛紛的答覆回來 我不希望是當這些人回國的時候在機場 進座抗議或是登報 控告說外交部都不關心我們 讓我們自生自滅 人家別的國家 人都已經在旁邊做協助 只有我們外交部看不到人 現在你說的好像已經有安全準備 也做了很好的一個協助 不過當他們回來所講的話 才是一個最後的結局 我謝謝委員的提醒 我今天不曉得說是每個人都滿意了 但是我們也一定做到最大的努力 因為我們法蘭克福那個組 全部大概包括當地僱員只有四五個人 然後有些問題也許是比較不容易處理 但是大的問題 譬如說他的簽證 他能不能臨時入境 這些問題呢 我想我們一定要做到這樣 然後他有生命或者健康安全的問題 那我們一定要來處理 希望你在他們還沒回國以前 要給予最大的協助了 因為畢竟出門在外 尤其你也知道到歐洲去玩的很多人是語言不通 跟著集團出去 如果你沒有一個語言相通的國人來做協助的話 對他們來講是順步難行 這一點我特別提醒 謝謝您 對另外波蘭的國上我們有沒有 當然不可能派人去 歐洲那邊有沒有人過去 或是台灣有沒有表示 中華民國有沒有表示什麼 我跟您報告 發生那天還是週末 我們的總統 我們的外交部長 院長 高層我們就已經跟波蘭就是相對應的人 但他總統過世了嘛 他的代理總統 我們的當地的代表已經發宴典 然後甚至我們有些人有個人的私交 你譬如說還有幾個國會議員過世啊 國會議員原來跟我們很友好 我們都有表示 當然因為他的國葬是一個正式的典禮 我們沒有外交關係沒有受到邀請 但是我想波蘭甚至包括這邊的代表處 我個人去 楊部長也去 我們去簽字表示 然後那天我特別在那邊留了一陣子啊 就講到這個 因為它是兩個歷史的殘劇 他原來這個總統這架專機去 去紀念卡金森林大屠殺 兩萬兩千波蘭的軍官律師 精英分子被蘇聯屠殺 俄國到今天不願意公開檔案 所以那天我跟那個代表特別講 還帶了一些我們中方的資料給他 所以我想他們會感受到台灣人民 政府跟人民對他們的善意 雖然我們沒辦法參加正式的場合 謝謝 不管波蘭這個飛機失事的事件 到底最後的結局結論是什麼 有人是說那個女孩子有問題 有人是說什麼人為的因素 有人說是因為這個氣候不佳 硬要強行降落 總總總原因 現在其實莫衷於事 我現在回頭來講 中華民國有總統 中華民國也有外交的活動 我們現在不針對某一個總統 或某一個個人 而是說當我們也有一些外交出訪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因為這一次波蘭的事件 而來做一個全盤更周全的一個考量 安全上或是所有在飛機上的人員 各方面的一個通盤性的考量 沒有針對任何一個人 而是你外交部本來首當其衝 面對國外有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沒有人想到你們就先要準備好 先要做到 謝謝委員的提醒 事實上我想每一個高層的出訪 我們也是盡量想到 每一個可能的安全的問題 是 那麼包括飛機飛航方面 你像這次總統出訪太儀專案 那麼有的時候為什麼這麼飛 就是考慮到 因為你這一站的機場 有沒有充足的加油設備 它是不是有很好的 maintenance的能力 然後你決定下面再怎麼飛 所以我們每一個細節 都是把它仔細考慮到 那這很多屬於專業空軍飛航 航空的專業 那我們更是要這個負責的單位 不管是華航或者空軍 或者他們也都會做就妥善的 不過也謝謝您的提醒 就這次事件以後 我們更要大家要擔心 就是因為從來沒有人想過說 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我們應該做一個周全的準備 總是一件好事嘛 讓我們的出訪能夠快快樂樂的出門 平平安的回家 這應該是大家最期盼的 最後我要請教 剛剛講到泰國的紅山區 我們11號才發布 它是一個什麼警戒區 不能到那邊出訪 其實有好多旅行社 已經都準備要出訪了 結果被你這麼一宣布 公安局現在說 大家都不能去哦 去的話你怎麼自己要負責 會不會太慢了 人家別的國家都已經 宣布說泰國是去不得的地方 為什麼我們到最後才發布呢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做任何發布也非常審慎 如果說今天還是在曼谷 今天還是在這個衝突 這個相關的區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讓他去 作為政府有責任 紅色警戒的只有香港 那麼我們是第二個國家發布的 所以我們的速度來講呢 應該是夠的 那即使到現在為止 全世界也只有三個共產國家 還是發布黑色的警戒 是中國大陸 香港以及越南 他們有自身的政治考慮 跟委員補充報告 好我想那個製長 好你請回製長 你玩什麼時候都可以去玩 人命安全最重要 想去的人他會認為說 我可以平安回來 但是一旦發生事情的時候 他可能會怪政府 為什麼你不事先告訴我 可能家屬都會認為說 外交部你不夠盡力 不夠周到 所以這個部分考量必須清楚 謝謝您 好最後一句話 最近你也邀請了美國的 國會助理到台灣來參訪 那立法院有很多國會助理 也去做這個陪 就陪他們一起大家做溝通 回來的助理對你都相當肯定 儘管有人認為你在立法院 有時候表現太過於強勢 或是有一點氣勢高漲 但是我們的很多國會助理 他看到你面對國外的這些助理 你跟他們介紹中華民國 你跟他們有一個溝通 他認為你的自信 跟你這種英文非常流利的這種表現 跟你對他們能夠不卑不亢 侃侃而談的這種風範 他們都給你掌聲 所以我把這個話帶給你 謝謝您 下次希望能請到您來 我們跟美國國會議員一起合作 我也去了解一下 OK 謝謝 謝謝 非常謝謝